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apsule Academy, this is Leo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new concept in English, book one, lesson seven, grammar and story 那老习惯,我们还是带着一个疑问去听接下来的课程 这课我们要学习特殊语句 之前早点第一课我们学到了一般语句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们有何一同 那带着这个问题,hope you're gonna enjoy it 那上来我们直接来应货 什么叫特殊疑问句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给大家放在这地方放了一个等号 放了一个等式 叫特殊疑问句等于特殊疑问词加一般疑问句 同时括号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叫去掉答案 我们接下来一起通过练习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特殊疑问词 各位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小单词叫what 它就是一个特殊疑问词 那我们先看一句话叫做my name is Leo 好,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每个单词我相信大家都认得叫做我的名字叫是Leo OK,那我现在想把它变成一个一般语论句 您先跟我一起回顾一下 早在第一课我们就学过了 叫要把一个关键的单词提到聚首去 而不是某个单词的前面去 所以那这地方的关键单词就是is提到聚首去 于是出来了这样一个句子叫做is your name Leo OK,那我们现在回想一下 这个是不是我们管它就叫一般语论句,对吧 那我现在把Leo加一个下滑线 想提醒各位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要对Leo进行提问 那我们想一下,Leo他首先人,对吧 首先是一个人 其次呢,他也是一个名称 我们有很多的名字,对吧 这个张三、李四、Leo、David、William OK,有非常多的英文名字 What这个单词表示什么 那接下来 什么的答案是有很多的 可能是Leo,可能是David,可能是William 来,那所以接下来 What就是要对Leo这个单词进行一个提问 那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这个等号的这个公式 说特殊疑问句等于的是特殊疑问词 OK,What加一般疑问句且去掉答案 那Is your name Leo 这个里面我们现在要对Leo进行提问 我想问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们肯定要把答案去掉 同时What现在替代了Leo之后 叫特殊疑问词加一般疑问句 那也就是说您要把What放到句首去 于是这句话就出现了 我们一起看一下叫做What is your name 我们看一下特殊疑问句 特殊疑问词加一般疑问句 Is your name Leo 并且把Leo这个答案去掉 其实就是被What这个单词所替代 然后What特殊疑问词加去掉答案的一般疑问句 叫Is your name 连起来 What is your name 这个公式啊 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非常的了解 What is your name这句话什么意思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去讲呢 因为接下来有非常多的特殊疑问词 他们的变化不是都像 What is your name这么的简单 换句话来说 可能是不像What is your name 这句话对大家这么的熟悉 我们要知其人知其 所以知道它是怎么变过来 并且我们有很多的口语和听力 也要做这样的练习 OK 那在这个地方我还要简单提一句 就是怎么判断 这句话是特殊疑问句 还是一般疑问句 我相信它是疑问句这个事 对于大家不是很困难 名有永居吗 对吧 这句话对于大家 它是一个疑问不是很困难 那它是一般疑问句 还是特殊疑问句呢 非常简单 一般疑问句的答案 往往就是用yes or no去回答 有或者不有 那名有永居吗 有不有 这个叫做一般疑问句 那明天什么时候去游泳啊 你的答案就不是是或者不是了 对吧 你要用是或不是去回答刚才的问题 就会显得很怪 这个时候你要回答的是 无数的可能性当中的 其中一个可能性 比如说明天下午三点 OK 所以它叫做特殊疑问句 那我们再举个小例子 帮助大家去区分一下 那叫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昨天你看什么去了 你能不能用yes or no去回答 如果不能特殊疑问句 如果能一般疑问句 那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很多的事情 无限的答案当中 可能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比如说昨天我游泳去了 OK 所以它叫做特殊疑问句 那如果我问 昨天下午三点你去游泳了吗 你的回答就是去或者没去 只有这两种情况 对吧 不存在一个叫做我去了也没去 OK 所以那我们现在会区分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个小的练习 叫her name is monica her name is monica 她的名字叫monica 我们接下来把它变一般译句 还是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快速过一下 把is这个单词提到巨手去 叫is her name monica 而对于monica提问 我们要用的关键单词叫what 把what去替代monica 然后提到巨手去就变成了 what is her name OK 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个公式 特殊疑问句等于特殊一份词 加去掉答案之后的一般译句 接下来我们好多课都会用到这个公式 接下来我们进行往下走 我们再举一个特殊一份词 比如说where where的意思叫做哪里 那我们举一个小的例子叫 she is from Italy 我们刚刚学过这个单词 Italy叫意大利 对不对 那它来自于意大利 OK 那我先想把这面一般你们具体 叫问它来自于意大利吗 第一课学的非常简单 迅速把is这个单词提到巨手 is she from Italy OK very good 那Italy是一个地点 叫什么地方 对吧 那where就问的是哪里 特殊一问句等于特殊一问词where 把它替代掉 然后提到巨手 变成了where is she from 它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OK 我们再做一个小的练习 比如说he is from China 迅速变一般语句 is提前 is he from China China提问用where去掉答案 提到巨手叫where is he from OK 我相信大家已经有感觉了 我们再来一个 叫am from China 那我现在想问你来自于中国吗 i后边加的是am 但是我现在想问你来自于中国吗 你后边应该用r对吧 you跟r连在一起的 那你还要把r提到巨手去就变成了 are you from China very good 对于China进行提问 还把他去掉变成where 然后提到巨手 变成了叫做where are you from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小的句子 我跟大家说 说这个是我们常用的 叫做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里的人的一句话 它比下面这句话要更常用一点 我们一起读he is French he is French OK 那我们现在想把它变成一般的一句 叫他是法国人吗 is he French OK French你注意这不是个地点吧 说他是法国人 也就是他的国籍是法国 对吧 接下来我们对French提问呢 用的是what nationality 用what nationality相同的思路去替代French 然后提到巨手 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一文词 叫what nationality 那is he是去掉答案之后的一般英文句 于是这句话问的是 他的国籍是什么 那各位我在这简单提一个小的点 其实我们英文当中 我的个人语感 我接触了这么多外国人 接触了三四年的时间 我个人的感受呢 大多数时间 我们好像不会在非正式的场合 直接问what nationality is he 这个就会有点怪 直接就用我们上一句话说的 叫where is he from 就OK了 那我们再做一个练习 she is German 编一般英文句 提前is she German 对于German提问 举一反三 我相信照顾画表各位也会了 叫what nationality is she very good 那我们做一个小的听力练习 叫where are you from 我们刚刚学过了 对吧 那我们在肖时代人 这个非常棒的电影当中 各位我们一起听一下 他是如何去语明 我们直接看文章了 进入文章 Robert This is Robert and this is Sophie I think you still remember that Sophie is a new student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Sophie在上一篇文章当中 刚刚出现 叫Sophie is a new student OK 转一个 那我们看 Robert对不对被咖啡过来 他开始搭讪 他开始搭讪 说I am a new student 我是一个新学生 am 我相信你还记得 跟i连起来 a和an的区别是什么 看首音音标是原音标 还是福音音标 各位还记不记得 My name is Robert OK PS 注意他是在这个地方 是is的缩写 叫我的名字是Robert OK各位在这个地方 可以自己做一个 很有趣的小练习 叫把它变一般语句 Is your name Robert Next one Nice to meet you 这是两个人私下在底下 第一次见面 所以说Nice to meet you 以后就不用这么正式了 这是第一次见面 我们会用到的 以后两个人再见面的时候 慢慢熟络起来 Hi hello how are you What's up man OK what's up 就可以了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给大家讲结果 My name is Sophie PS 还是表示is的缩写 Let's continue Are you French? 直接问 你是法国人吗 Yes I am 是的 我是 那在这儿我想提一个小点 各位注意啊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教材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真的跟外国人去聊天的时候 可能也许不会这么突兀 还是闲聊几句 然后才会问 Are you French? 比如说有一次 我去New Place 爬雪山 住backpackers 是吧 国外的backpackers 是男女混住的 我有印象特别深 我有一次进入一个房间的时候 我发现 屋里面住了八个姑娘 全是法国人 但是在问之前 我就 Are you French? 你们是法国人吗? 因为我听到他们在说法语 然后我跟他们来句 Bonjour 说大家好 大家好 How are you?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所以叫 Are you French?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不会直接去问 还是闲聊几句 这个直接问 有一点论 Yes I am 是的 我是 Let's continue 说Are you French too? 我相信各位还记得这小单词 叫你也是法国人吗? 我也是 叫me too OK No I am not 我不是 No 我相信 叫否定 各位还记得 在这地方我提一个小点 注意 他们二者 一般根本不会进行缩写 不存在一个叫做这样的缩写 各位注意 不存在这样的缩写 不是说能缩 随便缩写的 还是有一些习惯的 那What nationality are you? 你是什么国籍呢? I am Italian 我是意大利人 那我想问你是意大利人吗? 怎么办? 一般英文句 二提前 Are you Italian? OK 各位一定要学会举一本三 在这我也想多提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 我其实并不鼓励大家去背新年年 原因很简单 你背下来的是肯定句 而如果你会变它 你就会把它变成叫 Are you Italian? 然后对Italian提论变成 What nationality are you? 换一句话来说 一句话 如果你背 你只背下了一句话 如果你拿它去做变形 你学会了三句话 这还只是最开始 等我们学到50多课的时候 带大家去做练习 你会发现一句话 能变到七八句话 所以新概念文章熟读成颂即可 尽量不要去背它 而我们要做更多的巨型练习 Let's continue Are you a teacher? 你是一个老师吗? No, I'm not 注意 am和not并不缩写 但I跟am是可以缩写的 缩写的就是这个样子 读译很简单 am OK 我不是 What's your job? 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am a keyboard operator又来了 为什么用a没有用an呢? key key 开头 所以并没有是原音标 所以并不用an 我是一个电脑操作员 说What's your job? 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am 缩写an engineer 我们上一个视频刚刚讲过 engineer的第一个音标是an 所以它是原音标 于是前面用的是an engineer 那在这我也提一个小点 我们儒家文化下 我们现在中国是说儒家文化 整个东南亚其实都是儒家文化 我们的影响之下 可能会愿意 尤其是越小的地方 越乡土类的社会 越这样 去打探一些隐私 工作多少钱呢? 结没结婚 生没生孩子 对吧 这个月薪多少啊 等等这样的问题 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 在西方文化之下 现在的工商业社会当中 他们尽量 其实大多数情况 这些问题作为整体是回避的 所以各位不要上来直接就问 what's your job 等慢慢熟络起来 通过话里话外的去聊 对吧 这个问题并不适合作为一个 搭讪的方式 我相信各位还记得 搭讪的方式叫 nice coat i love your coat 这种类似的方式 不要上来直接问 what's your job 会很尴尬的 那文章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做一些 听力口语练习 我相信各位还记得 我再简单重申一下 在这个地方 您的眼睛合上 要么就看着教材 而不要去看着视频 靠听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做一些听力训练 我问您答 先听 is robert a new student 这时候你的眼睛应该是 闭着到或者看着教材的 靠听 接下来您去回答我 is robert a new student 做口语训练 yes he is 我接下来会把答案给您 接下来全是这个逻辑 我们开始 is robert french no he is not what nationality is robert he is italian 如果这个速度对各位有点快 各位可以暂停视频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路播客的好处 is sophie italian too no she is not what nationality is sophie she is french is sophie a teacher no she is not what's her job she is a keyboard operator is robert a keyboard operator too no he is not what's his job he is an engineer what's your job i am a student you are a student okay very good next one asking questions 还是我们的听力口语练习 这个时候各位还是尽量不去借助我们的眼睛 而是更多的借助我们的耳朵 去进行听 然后张开嘴跟我去说 我还是简单 带大家复习一下这地方怎么做 我会问各位 ask me if 各位要听 if 后面那句话叫 robert is a new student 听到这句话了之后 在当海当中反映出来 叫robert is a new student 接下来您需要在视频的后面做的练习 对面做的练习是什么呢 把这句话变成一般的语句 叫做 is robert a new student 我们看下答 yes you are right continue yes he is ask me if robert is french 这时候你要变脸 靠听力 靠听力哦 robert is french 意思提前 is robert french 那我回答你 no he is not so continue ask me if sofie is a teacher sofie is a teacher 意思提前 is sophie a teacher no she is not continue ask me if robert is an engineer is robert an engineer yes he is continue ask me if sofie is an engineer to 变一般语句 is sophie an engineer to no she's not she is a keyboard operator ok在这我想再多说一句 就是很多的同学 如果您不清楚 为什么要练这个练习 第一 那我请求您盲目的相信我 如果你不相信我 那我们现在去你各位可以去点开开篇的这个视频 里面有非常仔细的解释 新概念的开篇视频非常仔细的解释 为什么 如何做 以及它到底是什么 尤其是为什么 对于大家的口语听力练习 张开嘴龙去说这个任务是非常有帮助的 并且对于各位的应识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 ok 那我们回顾一下 特殊语文句 一般语文句 首先区别是什么来着 yes or no 回答一般语文句 无数的答案中间挑一个特殊语文句 其次 特殊语文句有一个关键的公式 叫什么呢 我们recap一下 叫特殊语文词加一般语文句 那今天呢 我们就看了三个特殊语文词 what what nationality 和where 那我们接下来还会学到比如说 whose what color how who 等等等等 how many how much how soon how long 等等一系列的特殊语文词 ok 那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个地方 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家人作业啊 首先呢 忘了 我们要处理的事情是绿皮书 第七课的写作练习 各位要去处理 接下来呢 文章各位要跟读至熟读成诵 这两者如何去做 各位 开篇内容有所讲到 开篇的视频 第三 回忆课程 并给自己讲解一遍今天的核心知识点 learning pyramid study test 这样的两个理论支持了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会让各位学习的效率更高 就您花了同样的时间 所谓的叫做 事半 功倍 ok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课程 欢迎大家订阅 并一键三连支持 也可以分享给您身边需要学行语 或者正在学行语的朋友 最后来一起看一个 明日明年 Our true nationality is mankind 还有 稍微有时 第一个目标 来 我们下期再见 首先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